Grigory一天形成的登山背包 SELVA 28 也是28公升 這一系列有男款跟女款的分別 女款叫做SULA 外型的設計就比較不像是傳統的登山背包 沒有頂帶 所以我覺得 旅遊或者是騎腳踏車 這邊有一個可以call那個blinker 就是閃爍的那一個燈號的地方 比起騎腳踏車 那都可以試用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它的背負系統 背負系統呢 它是有細細的金屬條 它環繞著背包的四周圍 然後在背包的中間跟臀部這一部分 那也有金屬條來做支撐 那種硬硬的塑膠背板呢 是有分布在中間的這一部分 跟下面這一部分 我們從主帶升進去 就可以感覺得到 呃 實際上背起來呢 我背差不多 裝裝裝七八公斤左右 然後背起來 呃其實這邊的 臀部的這邊的泡棉很厚 肩帶這邊的也很厚 然後腰帶這邊 雖然做比較薄 但是它的 呃做很寬 所以背不起來包覆器也很好 呃整體來說背起來我覺得 還不錯 嗯 然後在透氣方面呢 在肩帶這邊都是用 碗狀的布料 然後在泡棉的部分呢 也有做鏤空 在背部這邊跟身體 背起來會有一個小小的距離 那這邊也是有網狀的設計 所以說呢 會有助於透氣散熱 在 調整方面呢 有這個 這個RODE LIFTER 跟胸帶 那可以根據 呃不同的背長 那可以去做一些 微調 當然RODE LIFTER跟胸帶呢 也是都有助於 呃背包背起來的時候的 呃 能夠更貼近身體的穩定性 所以說 整體來說 我覺得 背不起來應該是 呃 蠻舒服的 那這個就是 背不起來 接下來呢 來看看它的收納 在 腰帶 兩側的腰帶呢 都有做口袋 那大小呢 可以放一個 呃 或者是iPhone 6 那你可以放進去 或者是可以放一些 行動樑 或者是 想要隨時可以拿得到的東西 然後呢 在背包的兩側 都有一個網狀 彈性的 側帶 可以 一個 一公升的水壺 那放進去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呃背包主體的部分 那這邊在 第一個 這邊 它有一個小小的空間 那它的觸感呢 是做 這邊的布料 類似像刷毛 很柔軟 也許可以放一些 嗯 比較怕膜的 一些 電子類的產品 也許是這個樣子 好 然後在第二層呢 它 呃第二層的空間 就已經可以到 整個背包的長度了 然後它有一個 一個網狀的一個收納空間 可以放一些小東西 啊 扣鑰匙的鑰匙扣 這是第二層 那第三層呢 就是 煮帶 然後它的一個 呃U型的拉鍊 呃可以開的 還蠻深的 那我們把它拉到底之後呢 它可以這樣子 打開 其實開口蠻大的 在 如果要找東西的話 或是在 打包的時候 應該也會比較方便 然後 這邊你可以看到 有水袋倉 然後 掛水袋的一個 這個 然後 吸管呢 可以從這邊 出去 那出去之後呢 經過 呃 經過肩帶 在 這一側 有一個可以 扣吸管的一個 這個扣子 好 那主帶的話 就比較單純 還有這些 小細節呢 在 在 側邊 有一條 在底部 有一條 壓縮帶 如果說 東西沒有裝那麼多的時候呢 可以稍微把它拉緊 可以讓背包更緊實一點 然後拉緊了之後呢 這邊就會變比較長 它有做一個小設計 有一個這個 可以 把它往外推 就像這樣子 那就可以讓背包的整體 就 不會那麼多的 線 袋子 在外面晃來晃去的 就是一個小設計 好 那 兩邊都有 兩邊都有 怎樣說帶 然後呢 有一個 呃 dearlook 就是 可以掛裝備的環 而且它設計的是 可以 調整 它的大小 如果說 只用一根 登山上的人呢 就可以把它調小一點 然後杖間插下去 再利用這邊 然後來把登山杖 固定起來 好 這個是掛登山杖 或是掛一些裝備的 gear loop 然後 這個 背包主體的布料呢 是 呃 輕量的尼龍 呃 有防潑水的作用 不過 下雨的話呢 酒淋還是會試進去 它只是防潑水而已 好 那 在這邊呢 有一個小設計 那 它可以來掛太陽眼鏡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一個 可以把我們的 眼鏡的 這樣子 插進去 好 就可以來掛太陽眼鏡 這就是這一顆 Grevery的 Selva 28公升的背包 對於一天的背包來說呢 我覺得是絕對夠用 如果說是 可能是半天 多一點的郊山行程 下了山之後 背這個背包 在山下 可能在 在 在城市裡面 那也不會顯得太突兀 蠻好看 而且背包系統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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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